均衡营养健康理念 Balance Good Nutrition Health Concept 是什么来的 如果你要均衡的营养 就是说你必须要有 Optimate Health 要拥有Optimate Health的话 要拥有健康的话 你要有几个东西很重要 积极的心态 就是你思想要积极 一个人思想不积极 很消极的人 身体不会健康了 所以积极的身体健康的理念 第一步是思想要积极 思想要健康 思想积极思想健康身体就会健康 很多的病都是因为思想消极 人一直 忧虑忧虑忧虑 伤心伤心伤心 所以病就产生了 很多是混里面 出问题所以生病在身体上 所以第一你要有积极的心态 第二点 你要有 均衡的Balance Diet 你吃东西要吃得平衡 很多人一天上餐都是快餐 Kinducky McDonald Kinducky McDonald A&W Whatever You name me Pizza 所以你吃这样的东西都是快餐快餐快餐 营养都不足的 不平衡 所以你需要有平衡的营养 你需要有积极的思想 你需要有平衡的营养 所以你每天要吃肉 你也要吃蔬菜水果 你要吃平衡的东西 另外一点就是 如果你要 健康的身体 你需要有规律的运动 You must exercise 但是大多数人都不运动了 因为现代人太忙了 如果我问你多少个人这边每一天有运动了 多少个人每三天运动一次的 每三天运动一次的 有几个多少个人每一 一个礼拜还有一次的勉强 其他的都没有了 所以其他都不健康 三天一次都还是不健康 应该每天都要有运动规律的运动 所以思想不积极的话 不平衡的饮食习惯 加上没有规律的运动就很难 所以健康理念就是要有积极的思想 要有平衡的 饮食 你要有规律的运动 还有呢 要有什么 要有充足的睡眠 跟休息 You got to have proper rest 你要充足的睡眠休息 这边大多数人都是夜猫来的 夜猫来的 都是到三更半夜才睡觉的 熬夜熬夜熬夜 熬到三更半夜三四点才睡觉 对吗 很多都是这样 所以呢 身体不注意 然后早上早早就要去做工了 所以都是呢 没有充足的 修行 所以我可以讲 这边呢 没有一个人呢 有这个健康的理念 所以要有健康的理念呢 你需要有积极的思想 你需要有平衡的饮食 你需要什么 规律的运动 然后你需要有充足的休息 跟睡眠 很重要 这样你才能够有 所以这四个东西 可以帮助你能够有一个 健康的理念 Optimate health 给你健康的身体 You have optimum health 所以这个很重要 规律的运动 均衡的饮食 充足的休息 跟自己的心态 清楚吗 这是健康理念 你一定要有这四个东西 你的身体才算是健康 这个很重要 然后呢 我们的身体每一天需要到这七大样东西 均衡的营养 Top of a balanced diet 刚才我们讲四个对吗 其中一个是均衡的营养 我们的身体需要每一天有均衡的营养 均衡的营养就是说你要有水 每一天你身体要给身体足够的水 每一天你要喝 如果是这个的话呢 这个应该你要喝大概八罐到十罐 每一天 但是多少个人每天有喝八罐最少的 举手 哇你有 八罐到十罐 不错一下 因为你一喝 一个罢了 多少个人每天at least才有五罐了 五罐 真的没有五罐 五罐 五罐 at least 多少个人有三罐at least 其他没有举手怎么办 你的身体不能排毒了 所以水很重要的 第二点是脂肪 平安的营养一是水二是脂肪 你要有足够的脂肪身体 但是不给太多 第三是蛋白质 蛋白质就是氨基酸 蛋白质分解了就变成氨基酸 aminox 第四就是维他命 就是维生素 第五就是矿物质 minerase 第六呢 食物纤维就是fibers 你要有fibers 第七呢 就是烫水化入carbohydrate carbohydrate给你 精力 OK carbohydrate就像方 这些面包 都是carbohydrate 电粉 给你精力 他帮你分解了 变成了 glucose 就像你身体给 simple sugar 给你精力 所以一天你需要 7样这个 7样东西 水 脂肪 蛋白质 卫生素 矿物质 纤维 跟烫水化 我们身体每一天需要这个才能够有平衡的营养 OK 世界上有6.6亿的人活在营养不良的状态 亚洲占了60% 严重吗 马来西亚就是在亚洲 营养不良 OK 6.6亿的人 然后呢 60%在 亚洲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营养不良的关系啊 还没有进入五岁生子的孩子 每一年大概有1100万的人死掉 看到吗 11 million 11 million很厉害一下 每一年大概1100万的小孩子 还没有庆祝五岁生子就死了 因为营养不良 所以马来西亚算不错的国家 你们每天都有的吃 吃好的 有些拿来丢掉 不应该 那 这个是一个精致塔 食物的精致塔 那 这个是一个 食物精致塔 他跟你讲呢 你每一天需要这么多的食物呢 你的身体才会有足够的营养啊 这个食物的精致塔 你看一下这个 你看一下 每一天需要的分量是很吓人的 每一天 那个 最右边 我们看右边上面的肉类啊 鸡啊 鸭啊 鱼啊 等等的 这些东西啊 每一天需要两份到三份 两份到三份有几多 等下跟你讲 OK 麦片啊 这些等等啊 OK 骨类的东西 每天要八份到十二份 八份到十二份等于几多 那 这个精致塔告诉你 你每一天有吃这么多份的 这个 每一个你有吃这么多份量的话呢 你的身体才算 足够平衡的 才算有平衡的营养 如果你吃不够这么多的份量 就是说你的身体不足够营养了 不平衡了 所以水果蔬菜 至少五份 每一天 牛奶跟卤制产品的每一天需要一份到两份 要吃这样多 看到吗 最高那个是少量摄取的东西 蛋糕啊 那些拉拉扎扎 但是很多人喜欢吃的东西 甜品 OK 所以你看啊 我们来看一下 讲肉类 肉啊 鸭啊 鸡啊 这些等等 鱼啊 OK 那一份 一份 要吃两份到三份 对吗 平均一天要有两份到三份 这一类型的食物 所以 一份呢 是等于什么呢 一份的鱼 鸡鸭肉类和多个食物呢 OK 啊 就是说呢 等于一只中型的鸭腿 鸡腿 一只中型的干凤鱼 五个茶匙啊 去头的干凤鱼仔 干凤鱼仔 OK 哈哈 啊 两块火柴和大小的瘦肉 那 这个呢 就是说啊 你要吃三份 OK 一只你每天要吃三只鸡腿 一只 三只中型的干凤鱼 五三十五 十五茶匙去头的干凤鱼仔 OK 啊 二乘三六 六块火柴和大小瘦肉 多少个有吃这么多的举手 所以你跟你走右边讲你肯定缺乏营养 不平衡了 看到没有 然后呢 一块火车 一块火柴和大小的瘦肉等于几多 等于一粒中型的鸡蛋 一块豆干 半杯干豆类 一块豆酵饼 两茶匙花生酱 四茶匙去顾的小茶 四颗的小茶 哈喽 吃这么多 多少个人吃得到的 举手 你真的是不平衡你的营养 所以你要吃两份到三份一天 有办法吃吗 多少个有办法吃得使手 每一天这样吃 你有办法吃得到吗 你有这样的时间吃吗 像这个小姐没有时间吃得了 哪里有时间去预备 要去 要去supermarket 去头的公寓宅要五茶匙 我要拿一茶匙 两茶匙 三茶匙 四茶匙 五茶匙 乘以三倍 再拿两次的五茶匙 总共15茶匙 OK 够一天的分量了 你有时间吗 有时间吗 没有 所以这边每一个人去发营养 肯定了100% 对呀 然后呢 讲 脂肪油和糖少量 摄取这些 OK 含脂肪的 一份乳汁等于一杯牛奶 半杯 什么酸乳 OK 等等 Yogurt OK 那多少个每一天有喝 Yogurt的举手 一个 一个每天有喝 其他都没有 多少个每天有喝 最少一杯牛奶的举手 才三四个 其他呢 乳酪也没有 牛奶也没有 这样你完蛋了 你更不用讲了 你根本都缺乏营养 跟你走一边讲你严重缺乏营养 看到吗 那你根本 根本不标准了 看到吗 你吃的东西再看 OK 现在讲水果和蔬菜 要多摄取 最少五份 五份是几多 我们看一份等于几多 我要吃五份 一份等于呢 半杯煮熟的生绿叶蔬菜 OK 它的进步 OK 半杯煮熟的 水果 它的根 它的蔬菜 半杯中型的橙梨 苹果 一片木瓜 一片黄梨 一片西瓜 一条中型的香蕉 这个你要吃五倍 多少个人有吃这么多举手 这样你更严重的缺乏营养了 多少个可以赞成你没有办法吃得到的 没有办法 除非你是不用做工的那种每天在家里算 每天在家里算啊 要吃几多啊 有一个蹭 蹭来蹭去 有一个蹭来蹭去 我跟你讲 你每一天吃东西都花一天的时间 12个小时吃东西罢了 你才有足够的营养 对吗 你看夸张吗 这个呢 这个金字塔告诉你 如果你没有吃五份的话呢 的份量呢 你是缺乏营养了的 不平衡营养 虽然 换句话说 没有人有办法吃到平衡的营养 对吗 对吗 我们在看 麦片啊 这个这个 菇类的产品 一天要吃8份到12份 每个人说 哇 8份到12份 一份就等于几多啊 要吃12份啊 一份等于 一片存卖的面包 换句话说 你要吃12片 OK 半杯煮熟的饭 你要吃半杯乘12 然后呢 半杯面 米粉或者面糊有吗 或者一杯百粥乘12 12杯 印度煮熟 罗蒂加奶 或者半杯祭司的麦片早餐 半杯乘以12 等于6杯 对吗 所以有吃6杯的 没有啦 一粒中型的马铃薯乘以12 有吃12粒马铃薯吗 有12粒马铃薯吗 谁有的举手 3块奶油饼缸 多少个有吃一天 3乘12 36块奶油饼缸 多好有吃呢 举手 所以多少个这边可以承认 真的你的身体的营养 不平衡 所以呢 换句话说呢 我们没有办法吃到金字塔里面 所给我们的规定 每一天要有充足的平衡的营养 需要吃这么多个分量 我们绝对是没有办法吃得到 就算百万富翁都没有时间去吃 明白吗 你吃得到来不用享受人生 人生变成每天为吃而忙 对吗 恐怖吗 真的很恐怖 所以你没有办法的 但是我们身体确实的确实是我们需要蛋白质 我们需要维他命 我们需要矿物质 我们需要食物纤维 这些分量的食物 才有办法吃得到 不然你没有办法 所以你看他拨命喝水 现在我一路讲 看到吗 他知道他缺发水了 好现象 所以我们身体每一天需要的氨基酸 这个氨基酸我们所谓aminox 我们需要的氨基酸是这么多 看到吗 里面有这个 重部的氨基酸 22种 22种氨基酸 有14种氨基酸 在你的身体的营养 充足的情况之下 他自动的会生产 换句话是营养不平衡不充足的 他不能够生产 14种 明白吗 所以身体平衡营养 他就会生产 14种 另外有 剩下另外8种 是身体没有办法生产的 一定要从食物吃得到的 哈喽 然后这8种氨基酸是很难从食物吃得到 很难吃得到 所以换句话说 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给身体有足够的氨基酸 绝对没有办法的 但是呢 我可以告诉你的这一包东西 neutral green 这一包东西里面 所有我们身体每一天需要的22种氨基酸 一包里面 全部 都有 然后维他命有种种不同的维他命 维他命A 维他命D 维他命E 维他命K 这是我们身体需要的 这个是Antioxidant 维他命 抗氧化 抗氧化剂来的这个Antioxidant 维他命 它可以防止我们身体被氧化掉 那还有呢 维他命B 维他命B有很多 B1 B2 B3 B6 等等等等 很多维他命B群 还有维他命C 维他命C 然后还有矿物质 minerase 矿物质有很多 有钙啦 有银啦 等等 很多 有很多的钙质 我们身体必须的 You know 我们身体需要氨基酸 维他命需要矿物质 每一天都需要 然后我们也需要纤维 纤维可以从植物的细胞中摄取 不同的纤维具有不同的功能 应该大量的摄取不同的纤维食物 所以从蔬菜水果我们都可以吃到纤维 We can get fiber from all this 纤维很重要 所以纤维呢它可以帮助我们 清洗我们的肠道 Clear our intestine 纤维可以帮助我们降血糖 血脂的浓度 帮我们血管里面的油 可以清掉 那个水溶性的纤维 纤维可以帮助我们身体保留水分 不会干掉 不会缺水 然后增加身体里面的粮菌 我们肠里面的粮菌 然后呢 纤维可以预防高血压 大肠癌 便秘 糖尿病 动脉硬化 因为 因为水溶性的纤维 它可以在我们血管里面 帮助我们清掉我们血管里面的脂肪 所以它预防心脏病 便秘 会预防糖尿病 预防这个动脉硬化等等 所以纤维对我们身体真的很重要 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 是不能够没有的 这个我们有一个fiber king plus 对吗 OK 所以我们清楚知道 讲到这边大家会知道 要吃到所有的分量 是有可能吗 yes or no No 没有可能的 我都讲了就算百万富翁都没有这个时间来吃 对吗 有个no time to eat so much 一定要在那边一直算一直算 没有可能的 很难 这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没有办法吃到这么多这个营养 我们才必须要摄取 从 这个营养品当中去摄取 所以neutral green 是特别为我们而造的 neutral green就是这么好 它里面可以给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营养 所需要的氨基酸 维他命矿物质 全部每一天你吃一包身体就有足够 如果你一天可以吃两包早上 12个 隔12个小时吃两包 它不但能够供应你营养 它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大量的排毒 你知道吗 这个有这样的作用 如果你12个小时隔12个小时你喝一包 OK 一天平均喝两包 它会帮助你大量的排毒 它会帮助你的肛清掉你身体的毒素 所以neutral green很见效的 但是一天吃两包有些人可能会有明显反应 就是它帮助你调理身体的时候 有些人感觉很累 很累就是身体的酸性太高了 我有一个chart有讲的 身体这样的状况就是什么情况 他有讲的 OK 所以这个neutral green真的很好 可以给到你身体很充足的营养 所以营养不良 不均衡的后果就是呢 你看牙齿脱掉 没有精神 势力减退 体力衰退 Superman都要睡觉 头发脱落 走一走一段路爬一个楼梯 喘气如牛 时常生病 一点就生病 一点生病 你看到街上人家 哈啾一下 他等下回家也开始 乱哈啾了 所以缺乏营养的不良的后果 骨骼怎么样呢 不良的营养 你的骨骼衰退 骨骼开始松掉 消化不良 有些人吃了东西 一天吃一餐都一直不会饿的 有吗 有的 一天吃一餐 你问他不饿啊不饿 到了网上不饿啊 还不饿啊 不饿啊 到了叫做 不饿啊不饿 还要吃东西 不要了很饱 有吗 那这个是消化不良 就是你身体的营养不足 你知道吗 你吃这个neutral green 很好的 你吃在早餐你喝 早餐你泡一杯来喝 你不要放热水啊 很好的 你发现的帮助你消化很好 你吃了东西啊 你有喝了啊 等下你吃东西 你发现的帮助你消化 真的一流很好 很好的消化 然后你会发现 一整天很精神的 你身体足够营养 大多数吃这个都会知道 吃了你整天很精神的 多少要有试过的 多少要有吃neutral green的 是不是整天很精神 你发现整天很精神 就算你不够睡啊 你也是很精神 真的很好 这个产品 所以不足够营养的 会带来种种这些的问题 身体老化加速导致便秘 心跳不规则 身体的器官开始衰退 等等等等 这些问题都会产生 然后呢 你会看你的血 我们有那个机器在对面 我要想办法set up 我每次忘记了 要set up那个机器 如果那个机器set up 拿你的血一滴 拿一滴你的血 然后通过一个software 进那个电视机 这个荧幕出来呀 你会看到大多数人的血 听啊 一个健康的人呢 他的血正常的话 是一粒一粒永远的 是上面那个 看到吗 你有均衡的营养呢 你的血是一粒一粒一粒的 那些呢 营养不住的人 就下面那个不正常 他的血全部粘在一堆 一粒一粒全部粘在一起 看到吗下面看到吗 看到吗 全部粘在一堆的 这个是不健康的 不健康的 上一次我check我的时候呢 我的 可以说是一粒一粒的 大多数人check出来 是粘在一堆的 粘在一堆的 这个就告诉你 你的身体很危险了的 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很低 你的身体的抵抗力很超低 你很容易生病的 这些都是没有照顾身体的状况 你的血如果是下面那种 不正常的状况 就粘在一堆呢 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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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中cancer的机会很高 你知道吗 你如果有足够的neutral green 这个是四肆 不是要卖东西跟你讲 我不是要卖你产品跟你讲 四肆来的 你可以去查的 四肆来的 你有足够的neutral green 这个chlorophyll 有绿色食物 你有足够的绿色食物 供应你的身体的 你的血是一粒一粒的 这边多少个没有吃neutral green的 你再不吃的话呢 我帮你硬一下 会吓死你的 我看你晚上都不能睡觉 会不会种cancer 没有啦 吓死你的 因为你的血全部粘在一堆 你足够的neutral green啊 我可以保证你的血 漂漂亮的 一粒一粒的 所以neutral green 真的很重要 因为它给你均衡的营养 你均衡的营养 你的血一粒一粒很漂亮的 你不均衡的 刚才我 问一下这么多问题 我看 我看你们这边应该出来都是粘在一堆 哈啰 哈啰 等住来check ok 多少个要check的 我们set out的check给你看一下 说清楚吗 不均衡营养就会血 就不正常就粘在一堆 所以文明病就不断的增加 因为缺乏营养文明病增加 马来西亚很多人中糖尿病等等 每一个小时四个人中cancer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每一个小时四个人中cancer 说一天24小时 44 16 428 96 每一天96个人中cancer 马来西亚 每一天96个人中cancer 马来西亚 看到吗 所以大马每年6000人放上自肠癌 大约2000人死掉 所以这个就是呢 这个是 叫什么 Grammy award 疾病的Grammy award 1是癌症 81% 心脏病75% 艾滋病68% 糖尿病 59% 灶牌 它的数字 看到吗 很严重 马来西亚真的严重 因为 吃东西 没有照顾 所以很重要的 所以呢 Neutral Green呢 我们制造这个Neutral Green呢 就是要帮助人 给人有 平衡的营养 我们知道我们吃东西 肯定不足够营养对吗 每天三餐都不会足够对吗 所以我们特地为你们制造 为了预防文明病 为了预防你会中病 为了预防你中cancer 为了预防你的血会黏在一堆 我们做了这个Neutral Green 它帮助给你每一天你吃一包 你要一直强调 每一天你吃一包 它就可以帮助你的身体 有足够的营养 足够的维他命 足够的矿物质 足够的氨基酸 每一天吃一包 所以每一天你吃一包 你的身体 at least有足够的营养 好过你没有办法从事物里面摄取 所以我们就出了这个高度浓缩的营养 均衡的营养的旧型 Neutral Green Neutral Green里面有什么成分呢 Neutral Green里面有好多成分 其中一个就是Achitaba Achitaba就是明日叶 明日叶呢 被称为长寿植物 Longevity plant OK 它被称为出了名的整个世界 你去网站啊 你去Internet 你打Achitaba 明日叶 你就看到很多医学的报告 看到你心腹口腹 明日叶真的很重要 它被称为长寿植物 蔬菜之王 在日本有一个乡村 那些人呢 活到128岁 所以呢 世界上一些科学家很好奇 而且128岁不是那种 要死不死的 128岁很精神的 所以科学家就很好奇 他们就飞去日本那个地方明日叶村 去那边去查 他发现了那个乡村的人 很喜欢吃明日叶蔬菜 他们到处都种这个蔬菜明日叶 每一场都是明日叶 每一场都是明日叶 结果他发现了 那一个乡村的人 128岁还是精神 皮肤很美的 很漂亮的 我跟你讲 他发现用来明日叶 所以他们研究了发现明日叶里面很好 是现今世界上当一提供 最多样化 以及均衡营养的天然 食物之一 它里面的天然营养真的多到 吓人特别多的 Provives one of the widest spectrum of nutrients in the world 明日叶呢 科学家研究出来呢 在它里面有氨基酸 所有的这些 必须跟非必须的氨基酸 全部都有 全部都包山包海 全部的氨基酸 里面都有明日叶 你看到吗 然后呢 它的维他命呢 它里面有 几乎的大多数的维他命 都在里面都有这个蔬菜 Most of the vitamins you can find in Achitaba 矿物质也是 在Achitaba里面可以找到矿物质 它里面还有活性酵素 Xolive 活性酵素 帮助你提高你的消化 提高你的免疫系统 提高活化你的细跑 所以呢 明日叶里面有很充足的矿物质 很充足的维他命 很充足的氨基酸 科学家发现到 所以呢 他发现到明日叶呢 你吃了他们哪一些人研究 吃了以后呢 都看到有这样的效果 它的功能 提供均衡和完全的营养 明日叶可以给你完全 平均的营养 明日叶可以强化你的免疫系统 明日叶可以提升抗氧化的功能 就是你不会这么容易老化 不会这么容易生病 明日叶可以预防自由基的形成 保护身体的细胞免受自由基的破坏 感染以及各种疾病 比如讲心脏病及癌症的情况 明日叶有这种提高你身体的免疫力 帮助你抵挡那个自由基 使到你的身体不会这么容易生病 使到你的身体不会有这么多的病痛 所以第五呢 它能够很有效的综合人体的双性体质 吃太多肉类海鲜身体变双性 所以呢它可以帮你neutralize 综合掉身体的双性 你知道吗 双性高的人一定中cancer的 身体的双性太高一定中cancer的 明日叶可以帮你综合掉 neutralize 化掉的双性 它净化你的血液 cleans out your blood waxer your blood 它把你的血清掉 使你的血液能够循环 清掉你的血毒素 血里面的毒素跟脂肪它帮你清掉 所以帮助你血液循环很好吸收营养很好 有效的排除我们体内的所有的杀虫剂 毒素 以下所有那些 防腐剂 我们今天吃面 Maggie面吃什么都有防腐剂 所以明日叶的科学家发现了 他可以把身体里面的毒素 包括这些的东西全部给他排出来 包括杀虫剂都可以把他排出来 所以明日叶有这样的功能 这样的效果 改善你的消化系统 维持肠胃的健康 促进新陈代谢 加强大肠的蠕动 促进排泄的功能 将体内的毒素排出来 明日叶真的是太好了 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功能 这是科学家研究了发现到 还有第12 明日叶的高度水溶性 植物纤维 能够有效的降低胆固醇 因为明日叶里面的 它的纤维数很高 而且是水溶性 你吃了它会吸收进你的血液 它就跟着你的血液跑的时候 把你血管里面的油 把它清掉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 这个 真的太好了 它里面有明日叶 真的是 很好 我们是用世界上最最纯正的明日叶来做的 The purest Purest Exitaba powder in the world 在日本进口的 OK 所以呢 这个明日叶真的很重要 它还可以 有许多的研究报告 明日叶呢 可以 怎么样的控制血糖的功能 换句话说 它可以帮助你预防糖尿病 你看到吗 里面有明日叶 抗老化 滋润 养颜 美化肌肤的作用 所以科学家去那个乡村发现了 一百岁 一百出的人 皮肤还是很美 白白的很美的 很健康的 因为明日叶的关系 然后明日叶呢 它的筋和它的根 你切断它的根 切掉或者它的筋 切掉 它会流出一种 黄色的液体 这个液体叫 chalcone OK 云香钢 是自然界没有的天然肚子的营养成分 云香钢 你看一下 chalcone 它主要的功能控制胆固醇 强化免疫系统 有效的预防溃扬 压制体内双心的分泌 压制癌细胞的活动 哇 够力吧 所以明日叶好不好 好不好 所以 neutral green里面有明日叶 它有这么强的效果 有这么好的效果 可以帮助你的身体 真的很重要 那 它又可以什么 调整你的血压 抗菌功能 可以杀菌 有效的预防 血管阻塞 帮助调和你的肾脏 脾胀那些 肠胃 然后呢 预防肿瘤去帮助新陈代谢 等等等等 它非常的有效果 然后明日叶呢 它的每100g 每100g的营养成分 我们来看一下 它每100g的营养成分 明日叶 100g的明日叶的营养成分 等于 144粒 Tomato的营养成分 你吃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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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个要吃了 看到吗 100g的明日叶 等于 144粒 Tomato的营养成分 100g的那个 明日叶的营养成分 等于 56颗 金菜 的纤维 严重吗 100g的 明日叶的成分 等于 197粒 大蒜 维他命 B2 等于 33粒 青柠檬的 维他命 C 每个时候 你吃不吃明日叶 吃不吃 里面有这个营养 吃不吃 你不吃就是你的损失 有这么好的成分 看到吗 等于40粒 酸钢的 维他命 C 等于 41400单位的 XOD 活性酵素 这个很高 帮助新陈代谢 等于 9倍 菠菜的 帖子 换句话是 女孩子非吃的 不可的东西 9倍菠菜的 帖子 人家讲菠菜 菠菜知道吗 菠菜没有力 菠菜 菠菜可以生产红血球 明日叶等于 9倍菠菜的 帖子 然后等于 144粒 苹果的 盖子 你要吃 144粒 苹果拿到这么多的盖子 你吃明日叶就有了 哇好不好 多少个真的要吃了的 你不吃都没有办法 你一定要吃 讲到这么紧 等于16颗红萝卜 红萝卜素 Beta-carotene 看到吗 所以明日叶好不好 非常好 Nutrile Green 里面就是有明日叶 而且我们用世界上最纯的明日叶来制造 这个是真的100%天然的 所以非常好 所以Nutrile Green 里面有明日叶 我们有第2还有大麦嫩叶 Beta-carotene 大麦嫩叶被称为植物质王 大麦嫩叶里面有什么 有所有的氨基酸 你身体所需要氨基酸全部有 你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全部有 你身体所需要的 维他命 全部都有 身体需要的氨基酸 矿物质维他命 全部都有 你身体所需要的酵素 enzyme 需要的营养酵素 全部都有 看到吗 这什么是科学名称 You have all the enzyme your body mix 这些帮助你身体新陈代谢消化的作用 然后呢 他的功能呢 Bali Green 大麦嫩叶 他的功能很多 减轻疲劳 提高精力 提高免疫系统 抗癌的功能 改善 暗脏 黑斑 皮肤病抗老化 加速伤口很快好 消炎的能力 消除口臭 消除体臭 改善更年轻 减轻肌肉 太多了还可以减肥 刚才你看一个明治业都这么多好处对吗 现在加上一个呢 一个大麦草有这么多的好处 看到吗 这个产品里面有七样东西 一个是明治业 一个是大麦 大麦草 一个是小麦草 一个是AlphaFar 一个是蓝草 一个是绿草 还有一个是绿茶 所以单单这两个都这么多的好处 你自己想看 预防 白血病 瓶血 等等的 尿酸 偏头痘等等 预防这么多东西可以帮助你 预防这一切 大麦嫩液 Balegreen 真的很净效 然后呢 Balegreen的营养成分 我们来看 Balegreen的维他命C 等于成的维他命C的七倍 哈啰 哈啰 这个里面有Balegreen 它等于 orange的维他命C的七倍 等于 菠菜的铁汁的五倍 哈啰 刚才明治业都这么厉害 对吗 八倍这个五倍看到吗 你说这个产品是不是很好 是不是很好 它有这样的效果 等于它的 香蕉的 25倍 它的蛋白质 等于牛奶的蛋白质 16倍 它的盖子等于牛奶的盖子 11倍 所以Balegreen 里面有大麦嫩液在里面 有明治业大麦嫩液在里面 所以营养很高 第三个还有蓝藻 蓝藻被称为海藻之王 海藻之王 它给我们身体所有的维他命 身体需要的维他命 它给我们身体所有需要的 矿物质 给我们身体所有需要的氨基酸 看到吗 当它明治业大麦草跟这个蓝藻 就已经给到我们身体很足够的氨基酸 维他命矿物质了对吗 所以我问你说这个产品是不是很好 他说要答你yes 是不是很好 多少个要吃这个产品的 你肯定要吃的真的太好了 它给你身体这么多 然后你看 你再看啊 蓝藻的营养价值真的是吓人 蓝藻的营养价值 等于牛奶的14倍 然后呢 它的比鸡蛋里所行的蛋白质呢6倍 比大豆里所行的蛋白质高出2倍 比牛肉里所行的蛋白质高出3.5倍 等于菠菜的68倍 哈喽它的营养成分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这个里面有蓝藻 我讲到这边你心服口服了你是不是 我问你们 现在你听我讲到这边你觉得这产品好卖吗 你现在会不会觉得是不是 走在街上的每一个人都要吃 多少个赞成的 阿公阿伯阿嬷阿姨 都要吃对吗 对吗 每一个人都要吃 营养成我才讲三样罢了 还有 还有绿藻 绿藻是当水藻之王 它所有的营养全部都有 然后它的功能抵抗 有害的细菌 压制 肾结实生长 减轻疼 对贫血有效 等等 很多的功能 你自己看那边有的 促进 持久的 等等 脱水的功能 阻止细胞 提早老化 动脉硬化 whatever 看到吗 消毒的作用 等等 有很多很多的功能 防止癌细胞 等等 所以这些都是很见效的东西 还有这么多的功能 看到吗 解肚 功效消除 缺乏 等等 恢复体力给你精力 治疗溃疡 很多 有些人胃一直很不爽 吃饱又不爽 不吃饱又不爽 一直有这种感觉 胃很多疯 这个会解掉你这个问题 因为它真的太好 减肥 消除疲劳 治疗 香肝脚 OK 科学研究 这些是小麦草 刚才那个是绿草 还有一个是小麦草 小麦草是天下之间其中一种最有营养 最能吃百病的食品 它含有大量的活性 矿物质 蛋白质 维他命 等等伪量元素 Phytonutrients 然后它的功能小麦草 它有很多的功能 这些都是 科学家跟医学上他们研究小麦草所得着的结果 它可以有带来这样的效果 所以我们有明日月 我们有大麦草 我们有蓝草 绿草 小麦草 我们还有 Alpha 木树 还有这个 绿茶 所以你看到 看到吗 它的效果 看到吗 小麦草的效果有这么多 这些都是医学科学研究出来的效果 临床试验 就是说他拿人来 拿人来 吃小麦草 给他吃小麦草 吃了一段时间 他们拿报告出来 他发现都有这个效果 都有这个效果 改善近视也可以 等等等等 可以帮助 女孩子有百代还代的情况 吃这个都会把你解掉 他真的很见效 这些都是研究临床试验 研究的 拿真的人研究出来的报告 所以小麦草真的很好 而且小麦草 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构造 它的构造 化学构造 Chemical structure OK 跟我们人体的血液 它的那个 Chlorophyll的构造 跟我们人体 红血球的构造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所以你一吃身体 就马上就被吸收 可以帮助你生产大量的红血球 对女孩子很重要 每个月月经 你流失很多的血 这个很重要的 你一定非吃不可 你肯定要吃 就算你不是collagen 这个是你每一天 不能够少 一定绝对肯定 非吃不可的一个产品 然后他最后一个 还有一个绿茶 茶类之王 有七大天王在里面 所以它还有很多很好的功效 绿茶 又有这么多的功效 你自己问自己 从明日夜 到大麦草 小麦草 蓝藻 绿草 要发到 那个绿茶 你看到这么多的功效 你说这个产品是不是真的很神奇 所以我们配置这个 蓝藻 绿草 大麦草 小麦草 明日夜 Alpha Far 跟Green Tea 只有 Nutra Green 还有没有 第二间公司有的 所以这个可以告诉你 营养最终重 比起所有的绿色的保健品 在市面上 这个可以说是 No.1 这个我guarantee 你是最好 真的是最好 最见效的 因为它营养太高了 你可以看到绿茶有这么多的效果 很多 很好的效果 这些东西 绿茶的功效 所以Nutra Green是高度浓缩的营养 带给你均衡营养 给你身体有足够的营养每一天 所以你可以问你的顾客 如果你认为健康很贵 那你可以试一试生病看贵不贵 Hello Hello 请投资在你的健康 因为健康比财富还来得重要 对啊 所以这边说什么 他说 8岁的追蝴蝶 18岁的也是追蝴蝶 28岁追蝴蝶 38岁 开始呢 追健康了 老的时候 对吗 然后78岁上升完 开始追健康 很多人都是等到病了才要花钱去追健康 不要 我们应该现在就要追求健康 所以 每一天吃一包Nutra Green 真的保证你身体可以给你足够的营养 身体给你所有 你需要的所有的营养成分 记得 他里面的营养成分真是很超级的高 一天吃一包 每一天早上你泡一包来喝 真的可以给你身体很足够的营养 而且你会发现整天人很精神 那么多不认我 我不知道 有一个食堂才可以让你好好帮你 你把女性被关清 我该是**** 因为他喜欢那样的